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人在失忆的时候能够遇见一个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时 无非是最大的快乐和幸运了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里经常会遇见一些举手的问题 也许这些问题会让我们束手无策 也许这些问题搞得我们晕头转向 想要放弃的时候有人愿意拉你一把 愿意给你提出人生的建议时 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对你付出 因此遇见这样的人时 就是你转运的时候到了 我朋友曾经就遇到了一位贵人 他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导游 他刚毕业 不太懂人情事故 只有热情 没有情商 经常被客人指责 同时 他的上司还在餐桌上指桑骂怀 言辞不堪 但他告诉我 这段工作经历 仍给他带来了美好回忆 有一次 朋友被几个客人在车上说 讲解能力差 行程也都是各种找茬 朋友就被气得 在车上没控制住哭起来了 这个时候 司机师傅说 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合适吗 因为他长得凶 说话有力 几个客人都善善地闭了嘴 并且下车的时候 司机师傅看到朋友 有一只袖子边开缝了 就给了朋友三百块钱 说 孩子 你这团又受气又没挣钱 拿去先买件衣服 朋友对我说 司机师傅平日的时候 脾气很暴 但是却很关心别人 甚至给朋友讲了很多经验 如何应对 二 需要用钱的时候 有人出手相助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曾广贤文 朱子嘉迅说 帮助是人与人之间 增进感情和拉近距离的重要方式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里 我们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 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有人愿意相信你 并且把钱借给你的时候 就是你的好运 其实仔细想想 信任真的很难得 赚钱不容易 肯在你需要的时候 把自己的血汗钱拿出来给你用 这样的恩情一定要铭记 没钱的时候 真的是个棘手的问题 生活处处需要金钱来维持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俗气地说都在努力地赚钱 所以愿意借钱给你的人 一定是你的贵人 舅舅前几天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说 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到一个好朋友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够支持彼此 感受到了真情 事情是这样的 2012年 舅舅在北京凑足了首付 买了房子 当时他与舅妈 只剩下几万块了 但是就在节骨眼上 老丈人也在买房子 需要20万进行周转 但是贷款迟迟下不来 舅舅知道这个消息时 就想起了结婚的时候 老丈人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舅舅舅妈幸福 这个时候 舅舅就想着要出一把力 但是现实总是这么无情 他自身也难保了 于是在某一天 舅舅心情烦躁 就约了自己的好朋友喝酒 在这期间 那个朋友看到舅舅眉头紧锁 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舅舅就说了缘由 朋友说需要多少钱 舅舅没想什么 就直接说了20万 朋友没说话 两人喝了一杯二锅头 于是对方就说 给个卡号吧 舅舅当时很惊讶 因为只是想借酒浇愁 倒倒苦水 但是没想到朋友会如此 因为朋友也是脱家带口的 平时也不方便 舅舅就一直在追问 问了之后才发现 他是刚卖了房子 新房还没有看 钱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就江湖救急了 舅舅当时就承诺利息 他哈哈一笑 酒还没有喝完 老丈人打了电话说 三十万道账 朋友说 既然是短期周转 还是打些富余 紧紧凑凑 恐出左右 到时又左右为难 不到20天 老丈人贷款下来 还了舅舅之后 舅舅也请了朋友 再喝一顿 两人哈哈大笑 还是如以前一样 而舅舅也如数奉还了 人世间有着真情在 如果一个人非常信任你 肯把自己的钱借给你 就说明你要转运了 会有着好运气 三 生活和工作中 有得心应手的助手 心若相知 无言亦默契 能够有一个 十分默契的人 其实是一份 十分幸运的事情 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里 都能够遇见一个 得心应手的朋友时 你们之间无需多言 你们之间的默契 就足以达成一致 这就是人生中一大幸事 搭档是我们的好助手 在人生里 齐头并尽 相知相惜 遇见困难一起面对 遇见问题一起解决 这就是有一个 好帮手的重要性 因此 生活和工作上 有了得心应手的助手时 你就要转运了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运气很好 工作很顺利 因为当时公司 来了一个实习生 兢兢业业 每天都会提前半个小时 到办公室做准备工作 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而且学东西也很快 每一天都把各项工作流程 弄清楚了 之后 我给他派发了 许多零碎的工作 他几乎很少出错 而且 他每天都主动 加半个小时的班 准备第二天的资料 以及计划 他对待工作的态度 极其认真 跟他在一起工作 效率非常高 但是后来 实习生被调走了 因为领导 对他的工作挑三拣四 认为他做的是 常规性工作 还暗示他辞职 于是 实习生就考虑了 多方面的因素后 就走了 我当时很难过 差点哭出来 后来我遇到了 一堆事情 杂七杂八的 都处理不完 我实在没办法 就请求领导 请了一个实习生 但是效率极差 每天准备工作都不做 我自己工作做完了 还要加班 给他收拾烂摊子 如果你在生活中 遇到了一个好帮手 或者是很有默契之人 一定要珍惜 因为这会给你 带来很好的运气 四 出现了新的机遇 皮塔库斯曾经说过 要认准自己的机遇 机遇是我们改变 自己命运的一个途径 但很多时候 有了机遇 没能够抓住机遇的人 一样是失败的 因此 出现了新的机遇时 是你改变命运 翻盘的时候 所以你要紧紧抓住 我们常说 不要做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很多事物不是静静等待 或动动嘴皮子 就能得到的 转瞬即逝的机遇 更是如此 只有付出努力 主动出击 才能获得成功 比尔盖茨 抓住加盟IBM公司的机遇 常年坐拥 全球首富的地位 拿破仑在前线作战时 抓住战况危机的机遇 线上新的作战方案后 便节节高升 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机遇面前 容不得犹豫 该出手时就出手 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委屈 就算在机会面前 卯足尽 我也于成功无援 难道我还不够努力吗 其实 这就好比白米赛跑 枪声一响 大家都是拼命往前冲 可为什么总是跑不过别人 除去先天因素 更重要的 就是赛前的训练强度不同 有哪一位伟人 是在安乐椅上获得成功的 如果没有经历千锤百炼 如果没有经过血鱼泪的洗礼 即使天上掉下馅饼 也不一定能抢得过别人 所以在机遇到来之前 先努力充实自己 提高自身硬件水平 这样机遇到来时 才能一展雄风 独占凹头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本地的创业故事 是很多年前的了 这位网友读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二本 毕业之后就到公司里上班 不用加班 朝九晚五 但是工资很低 于是下班之后 他就去做了许多的其他减职 什么都做过 去当群演 发传单 做司机等等 终于在全年无休下 攒下了一点点的创业资金 加上东拼西凑的钱 他与朋友一腔热血地 加盟了当时知名奶茶店 一头扎进了奶茶店 这个资本打得头破血流的赛道 在选址不慎重 经营没经验的各种情况下 他亏得血本无归 甚至连父母给他攒的老婆本也没有了 他一直没有脸回家 坐在萧条的店门口 思考着人生 但后来一件事之后 改变了他的人生 一个来我们市买房的南方老大哥 在车上他们两个相谈甚欢 从大哥口中 他了解到了跨境电商这个项目 后来通过上网查资料 网上取经 也是磕磕绊绊地 把亚马逊电商开起来了 也刚好赶上了 17年跨境电商的风口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店铺浏览量低 一天卖不出几单 等等很出级的问题 后来他与这位老大哥 沟通合作学习 最后收入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生活也在慢慢地好起来 他一直不甘心做小职员 于是一直在寻找 甚至耗费了很多的精力 每天下班都会忙着各种赚钱门路 经历过赔本生意 但是从未放弃 最后偶然间抓住机会 改变了人生 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 平凡一生 我们都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吃许多的苦 但是一定要相信 当你受尽了这所有的苦之后 有了这四个征兆 就证明你就要转运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